前首相马哈迪今天迎来99岁生日 他是马来西亚唯一曾两度担任首相的人 同时也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马来西亚首相 马哈迪第一次任职长达22年 2018年二度出任首相时 则创下世界上最年长首相的记录 然而在2020年 身为土著团结党总裁的他 在自家政党发动喜莱登政变后下台 在2022年的全国大选 马哈迪在寻求连任弗洛交易国会议员时 不仅落败甚至还丢失暗鬼经 马哈迪目前仍然在社交媒体上活跃 经常指责继任者包括阿都拉 纳吉和安华 或捍卫他任相期间的政策和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格